尽管已经视中国为最大的战略对手 尽管一直试图打压中国 可美国也真不愿意面对与中国全面冲突对抗的局面 不是美国不想而是大势已去 面对中国美国真的世纪输不起也玩不起了 特朗普时期主要是把中国视为美国经济霸权的挑战者 所以对华发起了贸易战 企图通过贸易战逼中国对美国霸权让步 更企图巩固美国的金融经济霸权 当然主要的就是要迟滞中国建设经济强国进程 然而既没能逼中国妥协 更没能阻止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升级 反而美国承受了更大的损失 贸易战自然也就打不下去了 不得不与中国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拜登上台后尽管把特朗普骂得一无是处 可实际上还是延续了他的对华经济政策 并且强化了对中国的经济打压 主要是增强了对中国高科技和核心制造的打压 甚至于不惜推动选择性脱钩战略 由于已经把中国定性为美国最大的战略对手 自然是想进行全面的遏制打压 可全面的进行遏制打压 却又怕引爆全面的冲突对抗 所以只能是一边强调只是竞争而非对抗 主要强调的是要建立防冲突护栏 而又一边尽力打压 这种矛盾的打法还真的令人难以完全理解 如今情况似乎越来越明了 那就是美国既输不起也玩不起了 想赢怕输是美国心理恐惧的根源 越是想赢怕输就越是一输再输 而越输就越心急越气愤就越想动粗市墙 可又怕引爆全面冲突对抗 在没有必胜把握 甚至于预感到最终还是输得解决的情况之下 自然心中更没底了 美国早就陷入了战略思维混乱期 日前美国商务部发布2022年贸易数据 美国对华货物出口额1538亿美元 进口额5368亿美元 中美货物贸易总额高达6906亿美元 贸易逆差为3830亿美元 贸易总额贸易逆差都创了历史新高 这还是在贸易战继续进行 经贸脱钩不断推进的情况之下 这样的数据中国人看着可笑 美国人看着就可悲了 特朗普的贸易战打到现在这个样子 实际上就已经就等于是宣布了美国的失败 至少是第一阶段贸易战彻底失败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在去年已经到期 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非但没有缩小 反而再继续扩大 脱钩的结果就是中美贸易额又创了新高 拿对华出口来说 2018年对华出口额是1551亿美元 2022年是1538亿美元 不增反降 而在第一阶段经贸磋商的时候 美国曾强烈要求中国大量的增购美国货 这反而变成了美国继续大量增购中国货了 当初被特朗普自豪的称之为有足够的关税战子弹 真的是射向了美国人自己 有意思的是 美国的关税大棒 还在继续挥向美国消费者和相关企业实体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已经过期 拜登政府 对是否继续第二阶段经贸磋商之字不提 不是不想继续进行第二阶段协议谈判 而是在目前这个贸易状态下 第二阶段协议实在是不知道如何谈才好 美国继续大量进口中国货 这是美国的刚需使然 不是美国愿意进口 而是美国不得不进口 反之 也不是中国不愿意增进美国货的进口 而是美国不愿意对华出口 而想强塞给中国的农产品 也并不是中国的刚需 或者说中国完全可以找到替代国 而由于美国无理的打压 中国没有按美国的要求大量增购美国货 美国也拿中国没有办法 目前 拜登正在全力推进高科技领域式的脱钩政策 企图以此来打击中国经济 或破坏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 不可否认 目前的脱钩战略 对中国经济确实会带来一定的困难 对中国经济升级会有一定的影响 可这却无法从整体上打击中国经济 中国第一制造大国和第一贸易大国的地位 不会改变 甚至还有可能得到强化 越想摆脱对中国经济的依赖 反而依赖会增强 中国是世界产业链供应链最重要的一环 也是世界经济复苏的主引擎 而美国对中国华为等高科技公司的打压 以及对半导体产业的封杀政策 伤害的不仅是中国 也同时在伤害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经济 重要的是 严重破坏了世界经济秩序规则 由于中国的经济状况最好 发展势头最强劲 世界经济越是不景气 对中国的依赖性就越大 美国打压中国对世界的伤害越大 就对中国依赖性越强 就越是能够提高中国 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 这就是对美国霸权的间接打击 而高科技也好 核心制造也罢 这是高投入需要高回报的 也是需要世界合作的领域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完全控制 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市场 脱钩级意味着放弃中国 这一最大的市场 美国投入巨额的资本 维持的高科技统治地位 如果无法找到一个更大的市场 就一定会失去创新的动力 而反之 越是打压中国高科技 越是给中国创新科技提供更大的动力 美国严重破坏了世界供应链 可中国 却已经率先建立了自己的内循环经济圈 重要的是 中国与发展中国家 或非西方国家的经贸合作却在日益加强 也就是说 中国与非西方国家 或友好国家的外循环经济圈建设也在提速 中国的策略是 通过强大的内循环经济叙事 强大的外循环动力 也就是首先 推动区域性或双多边经济合作圈的建立 最突出的就是一带一路建设和RCEP 尽管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 很大程度上可以推进资本流向美国 也可以一定程度上振兴美国制造业 可美国也只能是取得或维持高端制造优势而已 中低端或基础制造业还是无法与中国匹敌 这依然是互有优势的对立 有意思的是 中国产能因为有了一带一路建设 以及双多边合作机制 却得到了良好的转移 这就是东盟已经连年成为 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的重要原因 而上合组织和金庄国家的扩容 也可以体现中国经济的影响力 正是由于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 总想着摆脱对中国经济依赖 也就是不积极参与中国倡导的合作机制 特别是美国严重破坏了世界经济体系规则 目前实际上已经悄然形成大中华经济圈了 与中国脱钩或不与中国合作的美国 目前只能是在圈外破坏 而无法在圈内搅局 更不要说在争夺领导力了 不管怎么说 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中国强大的制造能力 依然还是世界经济的主引擎 对于美国之外的国家来说 特别是经济不景气 或急于快速发展经济的国家来说 中国都是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 发展中国家是如此 美国的盟友国家同样是如此 这就是澳大利亚 急于修复中澳关系的重要原因 也是法德等欧洲国家誓言 绝不推动与中国脱钩 和搞阵营对抗的重要原因之一 鉴于此 美国会不会争狗急跳墙 采取极端行动 也就是会不会引爆中美战争 恐怕美国已经没有了这个勇气了 无法建立新的反华联盟 无法统一西方联盟的统一战略和意志 再加上乌克兰战争危机的牵制 以及中东局势的巨变 朝鲜半岛局势的演变 还有中国周边国家拒绝选边 战队 重要的是 中国目前已经构建了 强大的区域反介入拒止战力 这都是强烈制约美国冲动的重要因素 十年后 美国就彻底对中国无能为力了 而二十年后 中国就会完成世界强国建设 总之美国这些年对中国的强力打压 并没能阻止中国复兴强国的脚步 反而是越战越强 美国已经输掉了第一阶段贸易战 再输也就输不起了 可不想输又如何 不管是冷战还是热战 美国都已经失去了获胜的能力 以今时的国际局势 以今日的中国实力 想玩大的美国也真的玩不起了 就算可以重创中国 可美国衰败的速度将更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